剛剛最多同學遇到的問題就在這裡 因為書上寫是for 1到多少 1到5對不對 然後呢你們如果說直接打1到5 就會發現最後一個成績沒有 最後一個成績沒有 那如果說你要避免掉直接問這個問題的話 你就把它改成1到4 然後後面一定要再加1 否則他會從第0的同學開始 有沒有 這個i的話他還直從0 所以這邊要加1 那另外一種方式 除了這種改法以外 這個是改下面對不對 如果說你今天不希望改下面 下面假如說呢 你希望維持原來的 假如說跟這個地方是一樣 也是多少 1到5 下面如果不改的話 就要改上面 那上面要怎麼改呢 因為喔特別注意喔 我們這邊回圈 你會發現他的這個值 lumber mum這個值 他珠子值都是多少 都是0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希望把它變成1可不可以呢 其實也可以啊 你可以在那個回圈之前 你就先怎麼樣呢 做一個 就是說給他一個值就好了 那這個給他值的動作很簡單嘛 你就直接在哪裡呢 在這邊 你可以回圈的前面喔 你不要在回圈裡面 不然他每次又跑一次 又把它變成1了 你直接指定值給他 指定的方式就等於1就好了 這樣他就會從1開始 那裡面回圈就1到5了 這樣也是可以喔 這裡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那當然我是建議你們 不要直接用run 因為尤其你們剛開始學習的話 最好是設一個中斷點 尤其你改了什麼東西有沒有 你就直接在這個地方 做中斷點 或者是說 我們在度的地方好了 然後再來執行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你不要乘是一跑啊 跑太快了 跑完結果錯誤出來 你不知道哪裡錯 那盡量就是說 射中斷點 射完中斷點之後 把游標放在 現在就是1了有沒有 初始值就是1之後呢 你就再進來裡面 輸入之後 比如說 可是這邊呢 就會變成第二位同學 有沒有就錯了 那我們會 射中斷點就是 你慢慢找 錯誤呢 就可以馬上找到 那更改的話 就直接怎麼樣呢 像這邊 就可以怎麼做呢 你應該就知道哪裡錯了吧 你沒有學的慢慢就是要學習怎麼樣debug 有沒有 它現在是1嘛對不對 那如果你1再加1 不就變2 那所以你就直接把加1拿掉不就好了 那改的話 現在不能改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還在跑 所以可以把它暫停 暫停的狀態就可以改 特別注意哦 有兩種狀況可以改 一種是完全停止掉就可以改 第二種就是中斷 暫停的意思 暫停呢 你可以從這個上面看一下 然後我們看 要來看一下 人工會 你